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孩子的植物神经发育不成熟有关 另外的话在早上和晚上 植物神经里面的两种神经 一个叫胶感神经和副胶感神经 也叫弥祖神经 他们在交接班的时候 这个时候弥祖神经相对比较兴奋 这个时候小孩子的话 就会容易诱发他发生咳嗽反应 还有一个比如说一些气道高反应性的孩子 比如说知情话哮喘的孩子 因为他气道非常敏感 早晨的话起床后 有时候特别是在寒冷的季节 空气温度比较低 这个时候刺激以后的话 气道比较敏感 也容易诱发咳嗽 大致是这样的一些原因 这期的问题不是一样的吗 我大概在寒冷的季节上